亚马尔现在值多少钱卖了会吗 亚马尔值吗 你要按值这个这个数字啊 就是它的身价啊 不代表它是成交价 啊 你比如说安东尼身价2000万 成交价是一个亿 你要是想买亚马尔 我感觉要两个亿 两个亿要有的 就是他现在这个年龄和他这个身价啊 他要有两个亿的 但如果说呢 你要是说这个 就是我们讲他值建筑金的能力多少钱 我觉得八千万左右吧 七八千万左右 两个亿 卖了不会买的 卖了没钱 这种事一般一般卖成盖 卖了没卖了没钱 现如今世界就谈 最值钱的是什么 不是冠军 对于球员来讲 最值钱的不是他这个圈拿了几冠军 最值钱的不是这个球员进了造球 这些这些都是只是原因之一 最值钱就是年轻 你看我车 没球员 我都没听说过6000万 棒 这没听说过 我一看 我6000万 点击一看 没听说过 最重要的年轻 亚马尔还16岁 欧冠八强八进四都是打出个很好的表现 是吧 所以说这个亚马尔我也要卖的话 两亿吧 两亿起步